欢迎两位 高中同学是吧 高一的时候那个认识的 高考之后就谈恋爱在一起了 然后呢 他就是去浩兰长沙读大学去了 我当时是复读 因为成绩不太理想 低了一年 我也考上长沙 就团聚在一起了 对 现在什么状况 结婚以后就我一个人上班 然后他没有工作 生活上经济上压力都很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走下去了 为啥不工作呀 我现在是在准备考研 考的专业是历史学 不工作 当时也是和他一起商量过 他说行 可以 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不是挺好的专业吗 毕业之后 我也是工作大概三个来月 这个行业吧 就要全国到处跑的 想着刚结婚就分开 这样也不太好 我大一的时候就跟他分开一年了 我结婚还直接又跟他分开 我也不愿意 当时我不是在工地上班吗 下班之后跟他打电话 情绪经常崩溃 跟我互闹吵架什么的 你说工地上班本来就挺累了 搞这么一出不是心更累了吗 那我还上什么班呢 就这么过了三四位一合计 换个行业吧 读个研提升在学历 就想着考历史学 然后出来当老师也行 考工也行 当个铁饭碗 不也挺稳挺好吗 这是你们俩一起规划的 对 我来一起 我挺好奇的 为什么一毕业就结婚 从头跟你们讲一下 那个我大学上学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什么也不熟悉 遇到了很多事情 但我不能跟他讲 因为他在复读 他影响他学习 戏戏啊 人家成双成对的 我有个对象 我感觉比单身狗还惨 想他也不敢跟他讲 我怎么听这个意思是说 您一个人还没法生活了 这读大学的时候 一开始不是 大家都有一个陌生城市的 陌生适应吗 因为之前跟他就一直 相处在一起嘛 情感上有点依赖他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呢 然后他考上大学来了之后 我们那几年过得还挺好 就约定毕业之后就领证 那你们领结婚证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 他学的这个专业 可能未来就是要 全国各地跑 上学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想法 双方家里人同意吗 都同意 所以家人也祝福 就领了证了 现在最大的压力 就是经济压力是吗 不光是经济上的吧 感觉他结婚以后 什么也不管 我结了个婚跟没结一样 这好像特别像你在 大学第一年那个 等后期的时候 那个状态是吧 对 就家里多了个人 我还得照顾他 那你憧憬的这个婚后生活 是什么样呢 我想的是有什么事情 两个人能一起解决一下 能让我能有点依靠吧 别总是有什么事情 就把我一个人给推出去了 都啥事 他把你一个人推出去了 我们去年六月份领了证 领证之后就商量过说 不要立马办那个婚礼 但是他家里就那个时候 就开始一直催 我就不想要这么早 我们现在也没什么钱 我让他去讲 他也解决不了 就最后还是把那个婚礼给提前了 办也办得让我就是不满意 那时候不是家里想着办了婚礼 就是对我们双方家庭那边 都有一个交代 毕竟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是法律上的夫妻 然后在脑袋那边 把婚礼办了 那不就更名正言胜了吗 免得双方来往尴尬 就什么尴尬 合法夫妻有什么尴尬的 老家里那边总是这个 是给我们办婚礼 又不是给他们大人办婚礼 他们家就是什么事 都他爸一个人说了算 我想要一个那种中式的婚礼 然后想在酒店里面找个那个婚庆 我也不是说很高端 他就一直说不行 一定要在家里面办 他只会就是说 劝我去同意他爸妈说的话 我自己有什么意见想法也加不进去 我感觉我像个工具人 就那时候咱不是没收入吗 口袋里没钱 那说句话里就没底下 其实我也不是杂都没说 婚礼那个风格形式 那不也是咱们一起调定的吗 那都什么样子的呀 就在家里面随便装饰了一下 一点仪式感也没有了 不是咱在纠结这事还有意义吗 还有啥 在办婚礼之前不是要买那个三斤吗 然后还有彩礼这些事情 然后那个三斤也是一样 他爸就说这个价钱就在这儿 在这几样里面选 他就那几样我怎么选 我选也选不到自己喜欢的呀 就随便拿了一套呗 对 所以也没有经济能力 为什么要结婚呢 独立的人才能结婚嘛 人都没独立干嘛结婚 那可不就是养人逼心嘛 姑娘 所以咱摆持这些没有意义嘛 也就是说在毕业之后 两个年轻人因为爱情 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就走到了一起结婚了 对吧 但是女生希望婚礼延迟 有条件在办的她理想的 男生在这个上面没有帮到她 这是第一个让你不满的 是吧 还有别的事让你不满意吗 他家里面也一直不尊重我 那天我刚好其实在家休息 他爸以为我不在家呢 他爸给他打电话说 要是当初领证就直接怀孕生孩子啊 哪有这么多要求啊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多难说啊 凭什么我现在一个人就工作养着他 他家里面这样子来说我 当初我爸说这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同意的 他说话马上就反驳他了 我从来没有这种不尊重他的想法 但是你总是对你家里没办法没办法 要我一个人去解决 你自己在外面跟我在一起住 你也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这一次租个房子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钱 我就一个人上班 我想租个合租的房子 就便宜一点 还能租的稍微好一点 跟别人摊一下 然后他就一定要去租个那种 整租的仪式一厅的房子 一定要我们两个人住一套房子 那个房子就很贵啊 就在场上来说 那个正规仪式一厅就要一千八九的样子 我工资才那么点 咱结婚了夫妻俩人 多了私密空间不更好吗 再说你跟陌生人合作 谁说他说什么人啊 到时候遇到那种就不靠谱的室友 生活鸡飞狗跳的 好 听懂了 所以房租是你出对吗 姑娘 对 好 我接着问啊 房租是你出 生活费谁出 也是我 最后有没有租那个房子呢 租了 所有的费用是你负担对吧 对 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就五千多块钱 然后你们现在一个月开销多少钱 房租加上水电费就两千多 他又不喜欢吃那个素菜 家里谁做饭 基本都是我做 谁做家务呢 也是我 我就觉得有意思了 兄弟 你是丈夫啊 对 对啊 不是你干嘛了 你做丈夫 当初你怎么就成了丈夫了 你说给我听听啊 就结婚就结婚之前在家里 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从 说实话我都没做过 然后结婚之后 过去你不就是个儿子吗 对 现在你不是丈夫了吗 然后结婚之后我也我也开始在学了呀 就家务啥的 为什么一定要考研啊 就想着最后钱他们能更好一点呢 那咋就更好啊 改行业嘛 就随便走到工作你后面也不好发展嘛 你就总共你就这么 就是一个情况就这么 那他呢 婚姻呢 就想着现在就是 积累投资一点嘛 后面就不是更好 给谁投资啊 给谁积累啊 家庭不是咱俩个人吗 我就 没清楚爱家庭是咱两个人的 家庭不是他的吗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在这个家里面干啥了 就现在 你要第一年考不上研怎么办啊 就我就给自己定了这一年 考得上那就更好考不上 那我也出去上班工作去了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不上班工作出去赚钱呢 因为那个 因为读研随时可以读 如果你想读 不我想到现在 我刚从学校出来 一是年轻 二是 一是年轻那么早 结婚干嘛呀 当时在学校里 没想到这么多 那现在咋整啊 姑娘压力很大 十二月份考试了 你的意思是让她熬过去 我就希望再等一下 因为过了 就是过了几年 不管不论怎样 考研有几种可能性 对吧 一种可能性是 考上你理想的学校 对 一种可能性是考上了 但是学校不理想 天扯到两地分居之类的事 这怎么解决啊 我备考的学校 都是湖南本地的 考研之后 可能还有其他的生活变故 是你想不到的 怎么办啊 那么长远的也没想着 那考研之后的 这两到三年的生活费用 怎么办呢 到时候就在学校里 没现在这么忙了 到时候自己可以出去工作 除了在大学毕业 土木工程这个专业 在工地上待了几个月 你还做过其他的工作吗 当时是六月份毕业 十月中旬辞职 然后跑一段时间外卖 干到十二月 也是他叫我 行了 只剩一年了 回来把全新看书吧 所以你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是他的影子 对吧 对 好 妻子 还扛得住吗 我觉得现在我一个人赚钱 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他能理解我一点 就体谅我一下 在家里面也是 我每次回来 我想吃个县层的饭 他也做不了 感觉就是像 我想照顾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做妈了 对吧 对 如果没听错的话 你父亲是说 如果怀了孕 我以这句话来倒推 你的父亲应该挺着急 家里面所谓香火的延续的 关于孩子这个问题 你们考虑过吗 我不想这几年就生 因为我们都没什么钱 然后他现在这个情况 他自己都照顾不明白自己 还生个孩子 下来孩子喝西北风 终于冷静了一会 那我也没同意 这是我父亲有催 家里都有催 其实我也没同意 我和他想法是一样的 家里有催 有催 但是我俩都不同意 这是我和他 一直是观点一样的 他怎么跟他家里讲 他说直接跟他家里讲 我要丁克了 我不生了 我直接不生了 这么极端 直接跟他爸妈这样讲 然后他爸妈怎么看我 就觉得是我的问题 我不想生 你就这么说的 我觉得他真的太幼稚了 每次搞 做这个事情就很极端 这个事情我想着 就是不果断点 他们老是垂老是垂 就是这个事情之前 打了好多电话 而且是我自己 就是自己的想法 不是说赌气啥的 刚才说丁克是谁的想法 我的 但我没有说我不生 我只是说过几年 经济好一点再生 他就直接一口回绝了 经济好了 可以把那些钱 经历都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同样可以让自己 很充实快乐 对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很幼稚 所以你现在能够明确地知道 你妻子心里的 那个不悦和不快 是什么吗 一应该是经济问题吧 心里还挺大 二可能觉得 我就是还不够成熟 你是不是会觉得 这个男人什么都挑不起来 肩膀子有点薄啊 我就觉得他一点也靠不住 有时候想起一些事情 我就很难过的那种 你知道我每天都骑车上班 然后每次下雨 那个车 没有那个挡风的 就直接淋着雨还打雷 我有一天晚上打 一直打雷 打那个很大的那种载雷 然后还下雨 我自己一个人骑着车淋雨回来的 然后我当时就边哭边哭 我就想 为什么我们没有个车子 不能买个车子 如果他有个工作 能收入一点 就有 就能买个代步的车子也行 但是就是没有 就是想 平时我就要这样子跟他过 所以那天晚上 你回家的时候哭了吗 我回家的时候 我也没敢多说 为什么没敢多说呢 他就是 就是一心 就是学习 我真的 他关注到你那天回来 淋了雨了吗 他有问过说 就问了一两句 问了一两句 我就自己去 问了就说 你怎么淋雨 怎么不打个车 然后我 我当时没说什么 我想打个车 我第二天 我要把车骑回去 我第二天还得上班 那个车如果不起 我就我自己早上打车的话 又要花几十块钱 所以他的关心 来自于你怎么没有打车 是吧 他就没想一下 这个钱怎么来 我就那么点钱 之后你是要接着去做饭 还是家里面 已经有了热腾腾的一桌饭菜 没有 没有 你还要做饭 对 你没想着去接他 我也没法去接他 就是 为什么你没法接他 就是当时 就是公司距离还有点远 大概有五公里了 就是 五公里远吗 打车过去他也不乐意 说一定把车带回来 你不能自己 骑个自行车去接他 没有 就家里就一辆 就那个电动车 没有共享单车吗 那时候 诺大哥长沙 没有一辆共享单车吗 你就说你没想不就完了吗 你就没想着下那么大雨 如果他是骑车回来的 家里面一碗热汤也好 你怎么没做碗汤呢 我又给他准备了 准备那个姜汤啥的 准备了 真是不错 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就是当时感觉在一起挺好的 就是你现在是连基本的这个虚伪 已经不愿意了是吧 就这个舞台上有很多这个男的 到这个环节 至少还知道去抚慰一下自己的恋人 或者自己的妻子 他就站在那儿无动于衷地看着 就你想要那个场景 换给你 你想一想 你妻子说我要在家里考研 你一个月就挣五千块钱 然后你老婆说 不行啊 咱房子得住一千八的 各种条件都要好的 你回家还得做饭 还得刺口他 下雨了 您一个人淋着雨 骑着自行车 骑了五公里回了家了 你什么感受 你在后悔吗 嫁给他 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 真的会有一点难受 学历史的好找工作吗 行 我当时查过 就是教师或者当时毕业那年 就应届什么 考工都还可以 所以又是你想的 就给你幻想 未来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是一样的 对吧 嗯 今天妻子来啊 主要是想解决什么 我就是想让他 能就是能成熟一点 能就是能承担一点事情 承担 你这个说法 这个人得换哪 但我觉得我应该 就是现在的我 比刚刚在一起那时候 我还是进步了挺多的 人不总是在进步吗 对 嗯 到目前为止吧 我状态 就是大多数时间 还是就在学校里 但是就是工作经验 社会经验不是很 不是 比他来说少了很多 那为什么 因为他比我早毕业两年 哦 比我早毕业两年 那你应该是专科对吧 对 你当时第一年考的时候 连专科也没考上吗 我其实考上三本 那为什么不上 困难有个三本线嘛 然后就是 因为学费也挺贵的 然后就是 也找不到什么好专业 就想着 那再复读一年 所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规划 都是有的 对吧 对 你的人生是有规划的 它只是你人生规划当中的 一部分而已 我这么说可以接受吗 行 可以是吧 就是不可分割到一部分吧 不可分割到一部分吧 所有的人生规划都是他 或者叫那个婚姻 对吧 我想着结婚以后 就两个人一起过的 你们出场之前 我用了一个词 我说有请这对情侣 因为我看完他们 所有东西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把他们 跟夫妻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没有办法把你们的这个状态 跟所谓的婚姻状态联系在一起 我老觉得好像在这个婚姻当中 有人失位了 你听听老师们 怎么看你们这个事 给你支支招 好吧 别哭了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我就想问一下男生 那天下雨 你是知道他下班的时间 你为什么没做饭 其实我有在学做饭 但是他经常不满意 就你的意思是 你学做饭 他不满意 所以你就不做了 每次还没开始动手 就打电话 各种问这个怎么签 那个怎么做 这个怎么淹 我还在上班 有时候还在开会 他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 我还不如自己回去做呢 所以等于是 你自己根本没有上网去查过 有啊 后面就是他嫌 我就话多吗 我也上网去查过 查出来他也觉得 还是不好吃啊 怎么怎么样 所以是因为女生的挑剔 导致你不会再给他去做饭了 没有 我现在觉得还在学 他吃到我口味比较清淡 但是他每次就是 重油 重盐 然后辣椒也放挺多的 然后我每次吃 我胃也不舒服 我还不如就自己去做一下 你对年轻人 谈了那么久恋爱 都已经结了婚 难道你还不知道 他的口味是什么 什么人会这样 在我的概念当中 可能是一种很自私的人 我考虑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考虑的是我自己的要求 我考虑的是我自己的生活 我做了 做不好 你挑剔 那我就不做 男生你知道 我从这个角度 从头到尾在看你 你一直是在笑笑的 其实你的笑蛮让人害怕的 因为你笑得很温和 可是我根本看不出来 笑容背后 你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一颗心 我不管你12月份要考研 我拜托你好好想想 结婚的动力是什么 以及怎么去把你的婚姻经营好 至少我到现在看到的 你没有真正想过 如何跟一个人组成家庭 但是对于女生不一样 你全程都是在考虑 我要怎么去经营家庭 我要怎么去生活 你好像忘了自己 有一种女人 活得是最悲哀 就是她完全没有了自己 她结婚考虑的是 怎么能够让老公好 身上孩子考虑是怎么能让孩子好 但是自己是有那么多委屈 完全不考虑 你才24岁 你已经把自己活得完全没有了自己 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 如果你那天下雨了 你淋雨了 你打个车回家呀 没钱了 你告诉给她 我们家现在没钱了 我养不活了 所以如果女生你自己都没有了自己 你跟她在一起 你只会受委屈 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了自己 这个女生的婚姻 一辈子注定痛苦 那对于男生来讲 如果一个男人在婚姻当中 不懂得如何承担 不懂得如何去体谅自己的妻子 那她的婚姻注定就是自私的 严老师啊 突然之间发现你老了不起了 为什么 读着言带着娃还在国外 你是怎么混过来的呢 我还打着工呢 我还赚钱呢 川哥提到这儿 其实刚才我就一直在思考 怎么到了男生这儿 成了家了 考个研 我就得全职在家 什么都不能干 那么难吗 不是说我当年读研 怎么又带孩子又打工 而是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选择在这一刻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该负的责任就得负 考研可以啊 支持你啊 那你学生的责任你自己负 当老公可以啊 那你当丈夫的责任自己负啊 好事都落你头上了 全心全意考研 一个女人全心全意伺候你 为什么 你就她傻呗 你是真惊啊 惊到让人感觉到可怕 我不会做饭我就不做了 我不会挣钱我就不赚了 那你娶她干什么呀 我都担心 女生 她真的读了研 上了好大学 找了好工作 回家一看我这黄脸婆 这不行 我还得换 因为她心里只有自己啊 她只想的是自己幸福的 美好的未来 这个未来 多少和你有关系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如果你还是珍惜这个女生的 你们一起走过那么多的时光 年纪轻轻结合在一起 也真的爱过 那我觉得你把考研的事情 缓一缓 如果你没能力 就先撑起家来 如果你有能力 就坚固起来 如果你一般能力 至少在家给她做口热乎饭 你自己衡量 你如果说我没能力 我就只能躺在那考研 还不定能考上 那你就离开她 自己去成就你的梦想 等你觉得你自己够成熟了 够稳定了 能给一个女人安安稳稳地家 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你再成家呀 我觉得还是要有她才行 那当然了 你舒服呀 女生我也不同情你 你的委屈都是自己自找的 你就没有自己 她还会爱你吗 生活的节奏在你手里 你才能拥有生活的幸福 你把节奏都交给了她 你就小小年纪 变成一个怨妇 好好想想自己 婚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是最重要的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我听到你说 她做饭那一段 我就想明白 你就活该你知道 为什么 你给她创造成熟的条件了吗 饭做得不好吃 我宁可自己做 看她那边要问我 我宁可自己做 是啊 那所有事情吧 看她家务 做不好 还不如我自己做 她赚钱也赚不好 还不如我自己赚 那不就都是你吗 好像结婚是你的终点是吗 有一句我特别不同意的话 叫撒娇女人最好命 我很不同意 但是你不可否认 她有她的一定的合理性 她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就为什么撒娇女人会好命 因为撒娇的女人 她形成了一个激励机制 她通过她的撒娇 鼓励到一个人 说你做这个事 做特别好 我全靠你了 她这个激励机制 让一个人去不断地去做事 去付出 事儿做又多了 她慢慢就会了 最后我给你讲一句话 一个人真的想要自强 就自己去做决策 你不要把决策权交给别人 然后自己吃了苦之后 又开始在那边拼命地抱怨 你所有的抱怨 最后其实你都会发现 都是你自找的 谢谢陆琪老师 我起初跟大家想法一样 就会觉得讨厌你 同情你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这个男人真的这么糟吗 他不是有过几次工作的经历吗 不是都是被您给打断的吗 他不也是老老实实地跑工地 你说两地分居不可以 他只好回来了 私手接下来 他想我干嘛好呢 什么事情能让我更好的厮守呢 我换专业吧 换专业我该怎么办呢 一个处处茅庐的小伙子 对人生还毫无经验呢 想了一想 那我就只能通过考试啊 考试的过程里头 我怎么能够替我的老婆 减轻负担呢 我送外卖啊 这些他不都做了吗 外卖不也是你让他别做的吗 然后做饭他不也做了吗 做了以后是你让他别做的呀 这个男人的人生里头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在被你指挥着 你是提着线的那个人 他就是那个木偶 目前他觉得又能满足我老婆 长相厮守的需求 又能够仿佛将来有一席之地 在这个社会上 而不是每天靠打着灵工散工来过火 仿佛只有考研这一条路了 于是我为了报答老婆 我闷头考研 考上了争取好好学 将来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不就是你给他灌输的吗 是你自己的梦想比天高啊 就像你们也明明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要办的 只能是什么样的婚礼 但你的梦想比天高 你要的就是一个中式的 没有半成一只耿耿鱼 怀到现在啊 你鞭打着这个男人往前走 然后再抱怨说 天哪我怎么还在雨里淋着雨 我怎么下了班 还要回去给他做饭 这是你要的呀 你完全可以在有雨的时候 选择叫辆车回家 因为如果我临病了 我将会耽误工时 我买药都比车费贵 你也还可以等雨小了再走 但你选择的是 我非要在那个时候回去 边在雨里走 我边难过 天哪我的日子里 怎么没有一辆车呀 你给自己的人生 设定了这么多目标 你知道靠你自己 是难以实施的 所以是你绑着他呀 你逼着他为你做这个 为你做那个 然后靠抱怨来使他 更加努力 因为你看不到他有任何优点 你对他提出了各种需求 所以他只好靠现在的努力 来为你换未来 不就是这个吗 你疯狂地在他身上请住爱 这一席不就是 为你自己的未来 在做投资吗 所以你有什么好可怜的呢 我也不认为 你将来能过上 什么样的幸福的日子 因为以你现在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已经看出了 未来生活的基调 跟公婆感情一定不好 未来你是一个 很讨厌的儿媳妇 因为你对他们心存下戏 并不打算化解 打算记恨一辈子 未来你的孩子你也教育不好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放着我来 因为你做不好 我就不给你机会学 我不给你机会成长 而且你又不善于管理自己 你嘴上充满了抱怨 所以光凭这三点 孩子将会不好 老人将会不好 丈夫被你指挥的团团转 而你还在后头 不停地唠唠叨叨地 抱怨我的人生 你的问题是啥 你就是像我们 古代的时候那些书生们 梦想是有一个田螺姑娘 她们最好是能够白天 就是偷偷摸摸地来干家务 夜晚她变回田螺 这样的时候她对我也无要求 还能照顾我的衣食起居 而我一旦考取公民 我就可以把我们家里 焕然一新 我就可以骄傲地一拍板 告诉所有人说 看投资我没错 你的心里不就是 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你从来不知道 对你的老婆 有一些可能 不且实际的想法 认真的说不 比如说她说 放着我来做 你没有说不 媳妇不好吃 今天你也要忍了 省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散个步呢 二是好你做 你媳妇要冒雨回家的时候 你没有说不 别回来 或者等我送雨具过去 你反而想的是 那就回来吧 既然你能回来 你对于你的妻子 你采取的就是 既然她愿意为我付出 既然她就像妈妈一样地 鼓励我 那我何乐而不为地 享受这一切呢 未来我只需要给她 看一张录取通知书 她就会喜极而泣 夸我是世界上 最好的男人了 你为了未来 放弃了现在 对她可以做的疼爱 你也为了一个 可能不会实现的未来 而放弃了现在生活里头 脚踏实地的每一天 该送外卖送外卖 该独言独言 这两个事情不冲突 而你学不会抱怨的话 也许你应该学会的是 对自己提要求 好好工作 好好挣钱 不要指望 谁来改变你的命运 自己改变自己吧 谢谢米达老师 你们俩其实是一路人嘛 你是把自己的命运 要绑在一个人的身上 别躲了 躲啥呀 面对生活吧 你已经是她老公了 你要真爱她 你真应该知道怎么做 都不用我们教你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结婚这么久 我希望就是我能 刚刚听老师讲 我也有我的问题 我希望我能 往后也能改变一下 然后 如果你能改变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能走得下去 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状态的话 我都不知道要等多久 才能觉得你能依靠 刚刚老师讲的 我知道了自己很多的 那种错误的地方 当初结婚就笨着 过一辈子 然后就是觉得 我爱她要笨一辈子过去的 然后知道这些地方 我一定会 一定会去改正 就从 等会儿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会更多承担自己的责任 气死我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咱看看现在的结局吧 请开门 来吧 我们一起见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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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真的就只是过去了一段经历 但我女朋友她却总要拿来比较 总问我一些送命的题 和她在一起后 我发现她还是用着前任送给她的东西 我每次问她 她都会堂塞我敷衍我 我生气也不愿意哄我 她总说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可是她的态度让我没办法相信她 你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每次都会吵得不可开交 都需要我哄 时间长了 我也没有耐心了 我不明白 几句话就可以哄好的事情 为什么要花几个小时来和我吵架 她是不是不够爱我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图21岁来自江西学生 有请 小刘21岁来自江西学生 有请 姑娘你有多高啊 我精神高175 个子高是好啊 看得远对吧 你看东西是愿意这么看的 还是回头看的 就直视前方嘛 你确定你是直视前方吗 那小片里可说你不是直视前方啊 你一直在回头看是吧 特别在意你的前任 是吧 为什么那么在乎她的前任啊 感觉她对我的态度 包括我对她问一些问题 她的回答 就让我觉得她对我没有耐心 就感受不到她对我的爱 包括她在一起之前 她也说了 她很喜欢她的前任 就对她很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放不下她 对她前任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怎么好上的 我俩是在学校健身房 偶遇的 后面是她闺蜜 凑合我们两个人 一块吃了个饭 一来二去就熟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她吧 这也很奇怪啊 你追的她 你怎么会跟这姑娘说 我心里有我前任 然后她还同意了呢 我其实也不是说 我心里有我前任 我只是觉得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要开诚布公的嘛 就是你原来有什么过往 你说出来 我尊重你的过往 对吧 但是她就不是这样的 我跟她说完以后 她每回跟我吵架 就把这些事情给提出来 一直质问我 我到底是爱她 还是更爱我前任 这种死亡问题 这不死亡啊 那你更爱谁啊 肯定是更爱她 没事了吧 她除了会问这些 还会问 她跟我前任 比谁更好看 我说她好看吧 然后她又不信 然后我要说话吧 她就又生气 我就 就我现在就是非常的迷 我就对她的这个 感觉弄得我很累 我其实是一个 就特别自卑 然后也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可能需要的安全感 可能会比别人多 我一遍一遍地问 其实是想要你 一遍一遍地耐心回答我 但是有一次我问的时候 她直接在大街上就发火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 后面是闺蜜 劝我们和好 然后我们才和好的 这个男生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她干嘛了 我在她的微博底下 就看见她之前 会评论一些女孩子 说什么 我想认识你一下 就让我特别没安全感 我就觉得她会不会是那种 喜欢在外面 沾花惹草的类型 因为当时我认识她之前的话 我是单身嘛 那段时间的话 也就也很想就是说 跟身边的人一样 就是谈谈恋爱 充实一下自己 所以会 你为什么 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就是当时也很想像 身边人一样 就是谈谈恋恋爱嘛 后面那句话是关键 想充实一下自己 谈个恋爱 充实一下自己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吧 因为我觉得 平常的校园生活 其实也很枯燥嘛 因为高富亚他们学习嘛 然后我也想 丰富一下自己情感生活嘛 是认识她之前的事情了 然后她就一直揪着不放 我觉得认识她之后 我也没这么做了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我可能觉得 我自己有一点精神洁癖 不是那不是 她没认识你之前吗 得了我问问你 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 你前男友和她比谁好 她 你前男友和她比谁帅啊 她帅 你前男友有哪儿比她好呢 可能 就是 更舍得花钱吧 她就是那种 比较经济适用的那种 可能我的消费习惯 相对来说 我觉得有多少钱 用多少钱嘛 但是她不是 她会超前消费 然后后来我了解到 是她跟她情谈 她们俩都是这样 所以之前让我就 心里有点刻意吧 我觉得我也没有 很超前消费 我平常也是比较 那种省事俭用的 就算我超前消费 我觉得也是 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但是有一次 就是我们两个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当时在吃饭 就在学校食堂 旁边都是人 然后她就突然 对我摔筷子了 自己就直接走掉了 当时觉得很委屈 就让我很没面子 旁边的人都看着我 我是觉得 因为我在跟她 聊这么严肃的问题的时候 她笑得出来 可能我的表达方式 确实有点欠多 你说你觉得男生爱你吗 可能不够爱吧 就是如果她够爱的话 她应该就是 在我生气的时候 或者我需要 她来哄我的时候 她不应该是 直接在大街上走掉 或者是当众摔筷子 就包括我问她 那些问题 她有的时候 也会很不难烦 觉得我无力取闹 还有我问了她 很多问题 然后就发现了 她现在每天用的 这个手动刮虎刀 是她前女友送的 我都已经明确表态了 希望她能够换掉 但是她就舍不得换 我的感觉就是吧 刮虎刀其实没有 那么多感情在里面 但是她如果要 真要这么理解 我觉得如果她 真的看不下去的话 她可以给我换把心的 但她没有这么做 她就说让我 自己把它丢掉 然后我说我丢掉 我用什么 我觉得当我告诉你 我为这个事情 已经生气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应该能够感受到 所以你就应该 自己主动一点 去把它扔掉 你们是把恋爱 谈成了课程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 我们必须要按照 正确地来 接着讲挺有意思的 当时正好我们俩在一块 没过多久才过生日 当时情况就是 实际上确实很拮据 已经快放暑假了 我们计划就是 准备出去工作 然后把之前那些 签款被还掉 谁签的款 他签的 签了多少钱 一千多点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属于 基本上花销嘛 就是我在控制 所以我知道就是平常 我们其实身上 是没有很多钱的 所以当时的过生日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要不咱们 这回就先减得来过一下 后续的话 我会给他补 因为现在确实情况就是 我们当时就是可能 饭都有点吃不上了 因为我也不想管家里药 我就说咱俩咬好牙 咱们挺过去 他当时也说了好好的 但是后来他听说 就是我之前给我 前女儿过生日的时候 东西送的比他贵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开始给我翻旧账了 你对我是不是就不爱 我就觉得好累啊 就当我知道 你对我们两个的 前后差距这么大的话 那个时候 我肯定是有心理落差的呀 虽然我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可能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希望的 不仅仅是 一个小小的物质上的东西 我更希望 能够看到你的心意 就算没钱 你也可以给我一个什么 有意义的生日啊 或者一封手写的信啊 什么的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那天 感觉你什么表示都没有 接着说 比如说上回他腿上 长了一个叫 皮肤戒肿的一个东西 当时也恰逢 我们在外面实习 就是生活上 就是很结局嘛 然后他就说 一定要去医院看 我当时是说不看 因为我自己得过 我知道不看 然后过几天自己会好 也不会落什么疤嘛 后来就随他医院去医院看 看完以后 花了一千多块钱 做了一个缝合手术 钱还是我管我朋友借的 后来是我还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他有的时候 实在就是 觉得让我觉得 太娇生惯养了 我的腿真的特别疼 那段时间 我都有点下不了床 但那段时间 我还是坚持每天去上班 其实我特别希望 他能够接我 或者送我 然后他也没有说 要带我去医院 是我同事 他们觉得 伤口溃烂的 实在看不下去了 叫我找领导请假 然后他才勉强带我 去医院的 我就觉得 无论经济条件 再怎么不好 我受伤了 我就希望你能够 就是第一想到的是 我的身体健康 而不是想着钱 那个手术 给我留了一个 特别大的疤 就导致 我现在都其实 不太敢穿裙子 对于我这么 爱美的人来说 我觉得留疤 其实是一件 影响很大的事情 包括以后 我对我自己的 一些职业规划 都会有影响 就是如果他能够早一点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早一点真正关心我的话 是不是我就不会留疤了 所以这件事情上 我就有一点掌心 其实我劝过他 我说要不咱们回家吧 就是说让父母 来帮助我们 吃饱这摊子 因为我当时觉得 已经超出我们负担之外了 但他就不听我了 不是你们欠了 一两千块钱 就那么难吗 确实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确实挺难的 因为我跟你说 我平常就是 比如说我做校外兼职嘛 我大概两个月 才能赚到一千块钱 就是因为我做兼职 只有周六日才能去 但咱不聊了好吧 恋爱谈了半年 就刚才我听那一段的时候 我就听不下去了 我想起了喜儿和杨博老 就是过年的时候啊 爹只能给你买一根 红头绳扎上啊 北风吹啊 这是什么年代了 怎么谈恋爱 谈得跟 就特别像妇女 知道吧 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大学生 自己生病了 女大学生自己生病了 不知道自己去看 就因为她是她的男朋友 她就需要给她出钱 她就需要带她去看 对吧 一个青春洋溢 二十郎当岁的 二十郎当岁的大学生 谈了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生病了 居然愚昧到说 我也长过 你可以不用去就医啊 咱就熬吧 你们这是什么呢 这是 为什么会有北风吹 那个感觉 就是说 哎呀 我们看个病都看不起 这个时候为什么 这个时候可以问爹妈要钱啊 不丢人啊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啊 就为什么呢 包括我自己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可以花男人的钱 花得理直气壮 该需要父母帮忙的时候 却不敢开口呢 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这个男人不就认识了半年 怎么就把自己托付给他了呢 因为我不想 我不想让我爸妈担心 这个逻辑不通吧姑娘 而且你们那个边界都编到哪儿去了 说钱我们我们 你们就认识了半年你们的钱就火一起了 就你们了 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 所以就是问题嘛 出来工作 就是出来实习就是以后 我因为 就是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你还怎么养活别人啊 咱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好吧 别给在生活里面给自己找麻烦行吗 对吧 我们就一千块钱 老师你不知道一千块钱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大钱 那怎么欠下的这笔巨款姑娘 就可能之前 那他欠的钱应该他缓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我觉得 你又不是他爹 因为我觉得我是他男朋友 所以就是 虽然是他认识之前的事情嘛 但是我觉得 既然我做了他男朋友 我觉得我就要 一所能及地帮帮他 是这么想吗 对 狭隘了 就男朋友就代表一切 对吧 男朋友是一个女人的天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代表一切吧 他自己那段时间 也在外面工作 我就负责 就是搞搞后勤嘛 但是我觉得 你管怎么说 不花他的钱吗 很少吧 一般是我的钱 就是我在校内兼职的钱 哎呀 所以你们这恋爱 谈的真是 这男生 到底爱不爱你觉得 我最后问你一次 爱吧 那你不满意他什么 他对我的表达方式上 就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就我其实想要的是 他更多的表达 想要更多的安全感 更多的表达什么 就是表达他对我的在意 还有他的耐心 他都没有对吧 对 为什么谈了半年恋爱 在意和耐心都没有了呢 他说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表达方式不一样 他说我想要的是 轰轰烈烈的 然后他想要的是 平平淡淡 吸水长流的那种 我问个问题啊 还想谈下去吗 想 你呢 想 前女友的坎能过吗 你们俩的问题 真卡在前女友身上吗 真是那些破问题带来的吗 你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件 这个恋爱谈的 谈的挺好的 男生说了想充实一下生活 我发现你的生活 真的超级充实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处理两个人的关系 你不会谈恋爱 是 恋爱是责任 婚姻更是责任的责任 但是你却认为恋爱只是充实生活 所以你会发现他任何的作 任何的道 你会觉得好烦 我只是想玩一下的 你干嘛有那么多较真 我只是想活得轻松一点的 你干嘛跟我提那么多要求 所以男生你真的想要谈恋爱吗 不是的 你只想玩一下 所以待会想清楚 如果你真的想谈恋爱 责任不是说 你需要钱的时候我给你钱 责任是说 我们两个共同要规划未来 我真的得跟你 好好的两个沟通 所以想明白 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21岁大学女生 不是应该更号称 我们做独立女性的时候吗 你干嘛依附她 要她帮你还债 要她给你买东西 明明知道你们没钱了 还要她给你买礼物 她哪来钱 既然独立靠自己就好了 你可以独立地自己去医院看病 你可以独立地把自己的债还上 既然你说了 你害怕身上留疤 你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是有规划的 既然有规划 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所以女生好 想想 一个独立的女生 是否是内心 总是有那么多的 不确定和不安全的 是否是真的想要 积居在别人身上的 而同样对男生来讲 你更是要考虑 你是真的要谈恋爱吗 我真的没觉得 你们到现在在谈恋爱 我觉得你们只是在 作弄对方 并且作弄自己 所以先停止 愚昧的恋爱行为 想清楚自己的人 到底要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你们才可以 真正地过好未来 你们想要谈恋爱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愚昧说得特别好 女生尤其愚昧 你反反复在强调一个说 哎呀 我没有安全感 你能不能表达方式 成为我喜欢的样子 让我有一点安全感 安全感 他一个21岁的毛头小伙子 能给了你吗 就算他31岁 你希望别人给你安全感 安全感 只有自己可以找得到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 独立的完整的人 你才会觉得安全 你越把你的安全 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越会觉得不安全 哪怕你寄托的是你的父母 你依然会觉得不安全 因为父母会老 男人会跑 我觉得你别谈恋爱 越谈越自卑 越谈越不安全 那咱及时止损行吗 如果咱把责任 稍微地往外去分散 分解一下 你现在如此痛苦的责任 首先是你自己 你自己 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造 非要在别人身上找安全感 其次 你早也没有找对一个人 他也没有陪伴你一起成长 他也没有在和你恋爱的过程中 让你更加清晰地知道 自己需要承担的是什么责任 所以干嘛和他在一起啊 又痛苦 又不成长 腿长那么长 就应该跑得快一点 也应该朝着正确的方向跑 回到生活的正轨 知道生病了自己去看 知道选择了职业的方向 自己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而不是依赖在他身上 男生 你说这个感情是充实生活的 我倒是觉得确实感情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你要拿感情来充实生活 你就越发地空虚 因为感情能够让我们生活填满的 只是情感的小小 就是你跨越时空地去比较 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他付出的感情 他谈恋爱的方式 他生活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你所谓的安全感缺失 我告诉你是什么 这叫自怜自意 但不自爱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别人对你的爱 永远低于你自己爱自己的等级 你对自己够爱吗 你对自己都不够爱 然后你要一个人 你说你爱我 他凭什么 他一定比你爱自己要低一点 你自己得了病 不去医院 非要一个男人陪你才去 当你想要让自己的安全感不缺失 首先你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爱自己 然后才能去要求对方 说好 你可以比我爱自己稍微低一点 用这样的方式来爱自己 所以啊 说到最后 有病就吃药 不要等着这个病 在这个舞台上爆发 然后指着对方说 你看 你让我得病了 得病 就吃药 真的长了个什么东西 动手术给他割掉 实在不行 说再见 多容易 就是这样 从来我们都会说 遇到事了 自个找警察 生了病了 也要知道 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去校医那儿 或者是去医院 这是一个基本上的 一个成年人的生存法则吧 怎么到您这儿 就成了委屈的不行 哎呀 我都疼成那样了 可我的男朋友 就是不当回事 他不当回事 你当回事啊 你都还能走来走去的 去上班呢 怎么就不能走来走去的 自己去医院了 你一直在说 你缺少安全感 你也一直在说 你有多爱他 所以拿前女友做比较 让我帮你把真话说出来吧 你只不过是嫌他 他不为你花钱 所有计较的 才不是什么 不用心给我过生日 没有给我用手写情书 那些给你 你都不会要 你依然会生气 你会说 前女友生日 你给他买的是昂贵的礼物 超出我们大学生 能力范围的礼物 但你给我的 却是像小学生一样 用手写了一封 还不知东抄西抄的 谁稀罕 你非逼着一个穷孩子 要用钱来表达爱 这样你才会觉得 他真的好爱我 以及我也真的好爱 这一些花钱买来的东西呢 你不就是 其他没有像对前女友那样 去找自己的父母 多要点生活费 来给你买昂贵的礼物吗 你要的哪里是 我就要看看你 对前女友好 还是对我好 物质的姑娘 不肯直视自己的物质 按搓搓地要 拿出前刃当借口 按搓搓地哭说 你看他对我不上心 我都病成那样了 都不带我去医院 带我去医院 居然想建议我们回家看病 他不想负担我的医药费 你哪里有爱啊 你只不过就是 想找到一个人 替你花钱 为你花钱 而至于男生 也不是第一次 找一个女孩子 来填充你的空虚了吧 你也没打算 好好地爱她们 你的确需要有一个人 陪你过这一段日子 在这一段日子里头 能是你的一个好玩伴 最好他能够省钱 最好他能够听话 最好他能够 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只是你这个女朋友 眼看也做不到 你自己的能力呢 仿佛现在也不逮 早年的时候吧 你可以说 我因为在读书 我就向父母要钱 现在我实习了 不太好向父母要钱 所以我也满足不了 女朋友的虚荣心了 所以各怀鬼胎 最好是一拍两散 但非要在一起 你们就在一起吧 现在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女生如意犯的一个错误 叫自我误化 我自己把自己 当成了一个误了 所以才会有那一句 我看一个男人爱我的程度 要看他给我花多少钱 这是女性自我误化 所以好多女生 是在这个误区里面 因为她们不相信 她们觉得情感多么地虚无 精神多么地虚无 花了钱才是实在的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谈一场恋爱 让你们都失能了呢 就是建议你们一点 别生活里面没困难 自己给自己营造困难 别生活里面没麻烦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我不觉得你们像谈恋爱 我觉得他们特别像 在找麻烦 也求求年轻的 这个小伙子们 量力而行 所有人在经济上 要量入为出 对 你们自己琢磨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确实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抠门 抠缩的人 但是我也不是说 不能为你去做到 你想要的安全感 你想要的这些东西 我都会尽量去做 但是我觉得 你对我的期望 和对我的要求 可以稍微再低一点 要不然 真的很累 我觉得我们俩 在一起那么久了 我觉得你应该也知道 我不是那么物质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 可能表达方式上 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 就是能够多一点表达 就是能够对我耐心一点 但是刚刚听各位老师说 就可能之前 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所以我要好好想一下 要不要坚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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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22360-6301 12360-630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